哎 孟虎 你把我当白痴啊 你他妈还算是个拳手吗 敢跟我打假拳 有种的话我们再打一场 来啊 你不敢是吧 来 你他妈闹种 阿虎是香港的当红拳击兽 每次在场上都能掌控比赛 这天他代表香港 去参加亚太拳王大赛时 泰国华侨摄影师阿平叫住了他 来 准备好吗 摆个pose好吗 对 那你动作多一点 嗯 非常好 此时的阿虎属于胭脂巅峰 阿平也忍不住 对着脸来个特写 随后拳赛开始 阿平是泰国拳王查赛的跟派摄影师 虽然查赛骁勇善战意气风发 但阿平的目光却始终在阿虎身上 可惜阿虎的表现并不理想 很轻易就被对手一拳击到 看着趴在地上的阿虎 阿平心疼之余 还透露着些许失望 在喜欢的女人面前 阿虎自然不能丢面子 一套行云流水的连招 打得对手毫无还手之力 最后一记重拳 KO对手 两人在返回酒店时 遇上了泰国拳击队 得知阿平在给阿虎做专访 泰国方面表现出不满 认为他不该采访他国选手 但阿平却表示 自己的作品想拍谁跟他们无关 通过此事 两人渐渐产生情愫 在之后的采访中 顺理成长地走到一起 终于到了阿虎跟查赛的拳王之争 阿虎再一次毫无斗志 原来他收了黑帮的钱 教练走后 阿虎照顾一句办事开始表演 挨累积重拳倒在擂台上 但阿平这次的眼神中充满鼓励 他希望阿虎为梦想全力以赴 不要在擂台上留下遗憾 可阿虎却说自己只是个打工仔 回到擂台的阿虎 继续挨打 看着心爱之人鼻口窜血 阿平早已哭得气不成声 因为阿虎是他深爱的男人 他把这组纪录片 当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最终阿平无法接受被欺骗的事实 哭着跑出了赛场 阿虎发现后 直接放弃了比赛追了出去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只看到阿平留下的一张字条 别担心 我们之间只是小小的误会 我还是爱你的 阿虎看着字条 陷入深深的内疚 这时拿到冠军的茶彩 闯进更一室 孟虎 你把我当白痴啊 你他妈还算是个拳手吗 敢跟我打假拳 有种的话我们再打一场 来啊 你不敢是吧 来 你他妈闹种 本就在气头上的阿虎 把心中的郁闷都发泄到茶彩身上 一拳接着一拳 直到对方断气 阿虎也因此被判入狱 转眼14年过去了 出狱后的阿虎 第一件事就是找女友阿平 但从他报社的同事口中得知 五年前阿平去金三角拍纪录片时 碰到了毒贩交易 不幸遇害 听到这个噩耗 阿虎的眼中充满了绝望和悔恨 接下来同事的话 让他更加震惊和自责 阿平还给他留下个女儿 名叫宝儿 今年已经14岁 现在在一家秀女所办的孤儿院生活 几天前阿虎找到了孤儿院 修女贵子既是孩子们的生活老师 也是他们的真心朋友 得知阿虎不远千里来与女儿相认 他给眼前帅气的男人打了80分 就在这时 孤儿院有个小女孩闹自杀 贵子赶紧带人冲了过去 却半天都敲不开门 见此情形 阿虎两棒子敲碎玻璃 翻进去爆出女孩 直奔医院 好在及时送来 女孩成功脱险 不过这件事给了阿虎肯大的冲击 他想不通小女孩为什么要自杀 贵子告诉他 来这里的孩子大多都是家庭不幸 所以有这种想法的还不止一个 阿虎急忙询问女儿的情况 这才得知 他在13岁那年就已经开始独立生活 阿虎听后十分心疼 他无法想象 年仅13岁的孩子能靠什么自力更生 贵子带着阿虎来到酒吧一条街 只见一身太媚妆的宝儿 正在跟同伴挂分脏物 突然他看到钱包里的一张照片 证实阿虎跟他妈妈的合照 此时阿虎也出现在宝儿身后 这是父女俩 十几年来的第一次相遇 两人都有些不知所措 随后在贵子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一家便利店 阿虎率先打破沉默 你知不知道这个不适合你 你这些年龄应该在读书 为什么不回修女呢 还有呢 你不是来带我回香港了吗 你为什么抛弃我吗 又为什么不来找我 你说 我不知道有你 那你继续当不知道我就得了 你找我干什么 宝儿不顾贵子的劝阻跑回家 看着母亲留下来的录像 一阵失望 因为他一直把阿虎 当成心中的英雄 隔天他跟男友抱怨自己的父亲 突然发现追债人找了过来 两人拔腿就跑 但最后还是被抓了起来 幸好贵子带着阿虎及时赶到 见女儿被绑 阿虎大步走上前 告诉他我是你吧 告诉他我是你吧 跑了混混 但还是累到气喘吁吁 经过此事后 宝儿对阿虎的态度 有了明显的转变 两人也坐上通往曼谷的火车 宝儿先带着阿虎去拜见了母亲 看着蹲在地上整理墓碑的阿虎 宝儿用相机记录下这一幕 随即父女俩坐在墓碑前 拍下了第一张全家福 在曼谷的大街上 宝儿看上了一枚吊坠 阿虎主动付着钱 第一次为女儿买单的他 感到很开心 即使女儿要把礼物送给别人 到了返程的时间 阿虎去窗口买火车票 谁给买完票回来 却不见了女儿的踪影 一旁的宝儿本想叫住他 可看着父亲心急如焚的模样 他停下了 因为他已经很多年 没有过这种被人在乎的感觉 他想多感受一会儿 阿虎找了一圈又一圈 最终火车开走 也没看到女儿 就在他以为自己被女儿抛弃时 宝儿手拿奶茶出现 刚要发脾气的阿虎 看着女儿递过来的奶茶 一切都释然了 火车上阿虎将外套给女儿披上 这一刻 他体会到了父亲的含义 回到家宝儿拿出母亲留下的录像 正是当年 阿虎跟茶财的那场对局 随后宝儿又拿出一本相册 里面记录着 他从小到大的变化 同时也留下 他和妈妈的一张张笑脸 阿虎把那张全家福放到最后 这意味着 他正式进入宝儿的生活 可一直渴望得到父爱的宝儿 却在此刻退缩不前 因为他害怕成为阿虎的负担 阿虎含着眼泪告诉他 此后阿虎便跟女儿一起住在了孤儿院 没事就帮贵子一起照顾孩子 还传授女儿男友一些打拳技巧 这段时间 阿虎过得很充实 和贵子的感情 也在相处中慢慢升温 这晚天降暴雨 阿虎和贵子被困到了一起 贵子试探性地靠近阿虎 但却始终不敢迈出最后一步 于是又退回了原位 而实际上阿虎也没睡着 他也试探性地靠近贵子 虽然两人之间什么都没发生 但彼此之间的暧昧气息 越来越重 可惜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阿虎和贵子 去观看宝儿男友比赛时 茶菜的教练也在现场 两人隔空对视的那一刻 无数的回忆也涌上了心头 阿虎想要离开现场 却没想到茶菜教练 带人围了上来 孟虎 你有没有体育精神 没有体育精神的是他 停止比赛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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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应该还记得茶菜吧 他是爸的手下败将 当然记得他了 你真卑鄙 居然编个故事来骗自己的女儿 我不准你在那边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的不是我是你爸爸 那天比赛你爸爸输了 他不服气就到后台把茶菜杀了 你有什么证据 你说啊 那天不止我一个人在场 还有好多证人呢 你问问他 他为什么坐牢 他居然说你杀了茶菜 好好笑啊 快点跟他说你没有啊 爸 快点告诉他嘛 告诉他呀爸 爸 随着阿虎的沉默 宝儿也相信了对方说的话 主办方也因此 让他拖下拉拉队服 赶他们离开现场 你为什么要骗我 阿虎没有多做解释 只是站在原地暗自身伤 很快泰国全组委的人找上阿虎 说他是全集界的耻辱 并警告他 不要再泰国出现 柜子也劝阿虎 回香港避避风头 阿虎感动之余 一把将柜子抱在怀里 担爱于对方兄女的身份 有些话终究没能说出口 隔天阿虎准备离开 有个孩子就告诉他 柜子其实不是真正的修女 阿虎听后赶紧跑到教堂 果然柜子跟其他人穿着不同 原来柜子之所以谎称修女 就是想躲避其他男人的骚扰 他还在心里暗暗发过誓 只有遇到真爱 才会表露真实身份 就在两人水到驱城时 车子突然起火 阿虎下去退车 柜子尝试重新启动 等我 你想追着再追上来啊 你追上来就不能后悔了 你 Arsenal 短短一生 太多的变化 难得又 慢慢步进了平凡 忘掉了都不想伤去 却终于伤理他 偏偏空虚心里多计划 风吹不识又只增加资格 前后我可不识一切 再变成一个家 现在不想想一世不想犯 有谁人谁人令我不再惊怕 遇上你你知道吗 我不能一时间将你等于叉 是你再怕牵起了变化 深呼也不敢说出这段情话 谁爱你你相信吗 我竟然应得起心痛的相伴 在那最后一生 你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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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有了贵子的阿虎也不想逃回香港 作为男人有些事必须要面对 于是他跟着贵子 找到了全组委的人真诚道歉 时隔多年对方也选择了原谅 本来事情已经顺利解决 阿虎却提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有一件事我想求塔王先生 既然事情由拳头引起 就应该用拳头解决 请你再跟我比一场 对不起啊 我想的不是这个意思 你在干什么 听我说 我不想听 听我说 拜托你 听我说 你不知道再说了好不好 你听我说 我不想听了 我不打这场比赛 我会有遗憾 我们要一辈子被一直包袱 事情才刚刚摆平 阿虎挑战的对象 是泰国拳王塔王 不仅身体强壮 还拿了六块金腰带 这一仗 胡一是自寻死路 但阿虎却铁了心要大 他要给女儿 给死去的阿平 给自己一个脚带 这次他不会逃避 你放心 我一定会当文全家 我好想 40岁的阿虎 开始投入训练 曾经的教练 也文训赶到 他劝阿虎不要逞强 毕竟今时不同往日 但阿虎却坚持迎战 无奈之下 教练只要尊重他的决定 并将早已准备好的拳套 送给他 接下来就是完全封闭式的 魔鬼训练 阿虎咬牙坚持 风雨无阻 贵子心疼地记录着这一切 并在决战前 主动找到宝儿 希望父女俩解开心结 可宝儿却不肯原谅阿虎 甚至不愿到现场观看比赛 终于到了比赛这天 孩子们唱歌 观送阿虎 希望他可以凯旋而归 临上场前 阿虎刮掉了胡子 重回昔日的颜值巅峰 他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 深情拥吻了心爱的女人 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沸腾 但更让观众激动的是 塔旺的出场 一个是40岁的中年男人 一个是20岁的年轻小伙 两人明显实力悬殊 阿虎根本不被观众看好 甚至很多人都喝倒彩 比赛开始后 面对塔旺的进攻 阿虎一直防守得很好 第一回合结束 两人打个平手 但第二回合 阿虎的体力有些跟不上 而塔旺则发起了强攻 阿虎很快被打趴下 但也很快站了起来 哪怕自损一千 他也要上敌八百 就这样 阿虎挺过了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的阿虎 明显表现出后劲不足 倒地的次数越来越多 伤口也肉眼可见的严重 然而每次被打倒 他都凭借强大的意志 站了起来 好不容易挺地回合结束 阿虎已经只剩下呼吸的力气 贵子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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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妈 妈 你爱我吗 你是我女儿 我永远的爱 妈 妈 不要 妈 不要 Jacqueline 坚持到底的阿虎 赢得了在场一片掌声 塔望也打心底 佩服这个对手 赛场上全力以赴 就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 所以塔望比赛中 并没有手下留情 阿虎坚持到最后20秒 躺在地上的他 眼神涣散 甚至把台下的柜子 看成了阿平 总算给心爱之人一个交代 就算死在台上 也再没遗憾 虽然阿虎已经筋疲力尽 但他还是向塔望 举起了拳头 这样令人敬佩的对手 让塔望彻底感动 不管阿虎如何攻击 他始终站在原地 没有还手 并且还支撑着阿虎 不让他倒下 可在铃声响起的那一刻 阿虎却就此倒地 长眠不醒 虽然结局令人惋惜 但阿虎的精神 却永远留存 好了 我是一哥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关注 谢谢